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 我是Lulu 我是Cylnia 今天呢要为大家带来一个视频 叫做东伦敦和西伦敦的区别有哪些 那如果对今天的视频内容感兴趣的话 就看下去吧 首先呢就从东伦敦开始说起 因为我们两个刚刚认识的时候 也是在East London 像在东伦敦最好玩的一个地区呢 我个人觉得就应该是Shortage 因为我们之前也是住在那个地方嘛 我就发现那边有非常多好玩的地方 想要很多酒吧啊餐厅啊 甚至是一些复古集市 也是年轻人非常爱去的一个地方 Shortage以前呢其实是工业地区 然后随着伦敦的发展呢 越来越多创新行业和fashion行业 入住了以后呢 那块地区呢也就变得更加的生机勃勃 像是我们住在那里的时候呢 经常会去Brickland 去淘一些Vintage的产品 然后也会去像Box Park啊去喝一杯 然后那里呢最有名的 其实也是那里的夜生活文化了 住在那里的人呢 50%呢都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 我觉得如果是刚到伦敦来读书的小宝宝们呢 第一年呢就可以选择住在东伦敦Shortage附近 体验更加接地气的伦敦潮流生活 那东伦敦的第二块标志性地区呢 就是Knery Wolf金丝圈码头了 那里呢就出了名有很多金融工作者 有很多银行还有一些咨询行业 在那里开设了旗舰店 不是旗舰店 在那里开设了总部 我还点了点头 我觉得那边就是显得非常现代 让我有一种在上海陆家嘴的感觉 而且在那里的配套社群啊 购物商城和餐饮行业也是非常的一应俱全 就感觉像是个独立起来在生存的小岛那样子 金丝圈码头在过去一点呢就有一个O2 所以我们平常去看演唱会的时候也会去那里 而且金丝圈码头所在的狗岛呢 也是有很多的华人居住 华人社群也是相对的庞大 而且配套设施的话也是很齐全 就有很多现代化的公寓和小区 东伦敦另外一个地标性地区呢 就是Stripple 那块地区呢如果观光从地图上看呢 也是在二区和三区的交界处了 但是其实去那里的话也是很方便的 因为那里有非常多的县 包括还有小火车Stripple呢曾经是工业的郊区 那2012年呢伦敦奥运会开启之后 才将那块地方变成了一个比较繁华的地区 那里呢就开始建造起了地标性建筑 伊丽莎白奥林匹克公园 而且还开设了Westfield 我觉得是最像国内商城的一块地方了 Westfield呢应该是伦敦最大的商城啊 在东边跟西边各有一个 里面会有很多的餐饮设施啊 购物及超市的入住 所以我觉得在那边的话生活也是一云之前 感觉住在Stripple都不用去城区了 那Stripple呢现在也成了政府重点发展的一个区域了 所以也会投资建设很多新的公寓 没错公寓的房价呢也会相对来说经济实惠一点 但是大家要斟酌一下的就是 Stripple的相对城区来说有点不是那么安全 就光去年就发生过极其捅人事件 听到以后还是稍微有点害怕的 而且那块地区的话本来就是之前的黑帮聚集地 所以大家去的话也要格外的小心 特别是在夜里出现的话 总的来说呢 东伦敦给大家的印象呢 就是一块比较新奇的区域 比较适合年轻人居住 那相对来说物价呢也会更加经济实惠一点 但是东伦敦呢还是会有一些地方存在危险 所以大家出现的话一定要小心 好的那说完了东伦敦以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西伦敦都有哪些特点吧 那一讲到西伦敦呢 大家的印象就是 富人区 在伦敦呢有句话叫做 Power is in the East 就是像女王 West 其实也是很好解读吧 像是女王啊 还有首相 还有一些英国皇室 都是居住在西伦敦的 那西边呢相对于东边就会显得比较安静 而且绿植也会比较多 整个空气环境就显得非常的清新 没错 那里比较有名的几个公园呢 就是像海德公园 还有荷兰公园 那提到西伦敦呢 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老牌富人区 Kensington了 那英国皇室居住的肯兴顿公呢 就是在South Kensington这块区域 从那一块地区走到Harris也是非常的近 所以很多中国宝宝们也会比较熟悉一点 另外呢 它也是经营着海德公园 所以是风景一人 然后下午吃完饭也可以去散个步什么的 那紧邻着肯兴顿的另一个老牌富人区呢 就是Chelsea了 那大家也知道那边会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足球队 就是Chelsea Football Club 在Chelsea生活呢 就很像一个独立出来的小社群 就感觉说在那里的人都是互相邻里之间都认识 坊间呢流传着这么一句话 叫做Chelsea people never take public transports 虽然听起来有点夸张 但是确实在那里处入的人群呢 都是豪车接送 那Chelsea呢 还有一条非常有名的路 就是Kings Road 这条街上呢会有很多品牌的旗舰店 以及像一些精品店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那边看一下 也不会特别的拥挤 人也不是很多 整个个物体验就会显得非常的好 那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两个老牌富人群之外呢 新伦敦还有其他的一些地方也是非常适合居住的 像Fulham以及Hammer Smith Fulham那里也有个很有名的足球驱乐部 叫做Fulham Football Club 在Hammer Smith那里也有一个老牌的喜剧表演剧场 很多富人呢在周末的时候也会去那里看表演 比起刚刚说到的Kensington和Chelsea呢 这两个区域相对来说呢价格会比较低一点 但同时呢也是非常的Posh 非常适合居住 那在西伦敦呢还有一块地方也是非常的有名 那就是Notie Hill 没错相信大家知道Notie Hill呢 也是因为诺丁山这部顶顶有名的爱情电影了 我记得我当初刚去诺丁山的时候 还一定要找到那家书店在门口拍个照 非常的游客 那诺丁山这块区呢也是以由很多的彩色房子而著称 我们经常去的时候也会看到有游客慕名而来 然后在彩色的房子面前拍照 周路在诺丁山呢就会有一个很有名的集市啦 很多小贩的研究之后在周路的时候才会在两边涉探哦 最后呢也提一下西伦敦呢就是Pottington 帕丁顿区域 这块区域呢我相信很多人也是从电影中得知的啦 那就是帕丁顿小熊 没错在那里呢就会有很多帕丁顿小熊的雕像 那其实整一块地区呢也是比较兴起发展的居住区 那仅邻着Pottington呢还有一个地方叫做Little Venice 那顾名C就是小威尼斯啦 那小威尼斯呢因为有一条摄政运河穿过 所以在河边呢也是停泊了很多的船 甚至会有一些书店啊咖啡馆餐厅都是在船上的 没错特别有特色 那之前呢我们其实也去那个地方探过店 如果对这块地区感兴趣的话请看以下这个视频哦 总的来说呢西伦敦这块区域就是风景一人 非常适合的居住 并且有很多米其林餐厅还有一些收拾品牌的旗舰店在那里 那里的购物体验呢也会相对来说比较好 整个西边呢绿植也会非常的多 相对于东边来说呢夜生活就会比较安静一点 毕竟呢也因为是老牌的富人区 所以平均居住年龄呢也会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哦 好的以上这期视频呢就是我们为大家总结的东伦敦和西伦敦的区别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期视频的话 记得要关注留言和点赞哦 我是Sylvia 我是Lulu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拜拜